大家好,我是橡胶人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最近在双11购物后 我累积了许多MOMO币 所以就用它来买了一颗 在影片封面上看到的 SK海力士Beetle X31 ETP LSSD外接事故带硬碟 而我会选择它的原因 是它大大标示 读写速度可以达到USB 3.2 Gen2 极限值1000MB每秒 而且又是全铃合金外壳散热 应该也不会太差 再加上我最近使用同品牌 P41和P31 M-R2 LSSD的评价和印象都不错 所以就很想了解 它们家制作的外接式固态硬碟 是不是一样高水准表现 记得我多年前 第一颗购买的外接式固态硬碟是三星T5 这颗在当时口碑还不错 而且在那时已经110先超前标配USB-C插座 也因为这样 光这颗250GB容量 就要价3000多元 真的贵死人啊 但我也必须承认它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 用到现在还是能正常使用 完全没有出现读取不到的问题 也算对了起它的价格表现 再来是到了后期 有更多厂商投入高阶 M-R2 LSSD外接盒制作 所以我也在入手华硕 ROG STREET AREAL M-R2 LSSD外接盒 来搭配自己喜欢价格和品质都不错的 M-R2 LSSD 但这种看似省钱的做法其实水很深啊 有些M-R2 LSSD外接盒会用很小的字来提醒你说产品和哪一些M-R2 LSSD固态硬碟是无法匹配使用 又有好心一点厂商会帮你测试一些M-R2 LSSD品牌相容性来供你参考选择 所以你只要一不小心肉看这些资讯就只能自认倒霉了 而在X31的包装设计也是和他的两位大哥一样 正面都放上异式界产品宝物象征图 再来是公司名和产品名称 背后有厂商资讯、认证标章和三联有限保固 差别在X31是YJ4硬碟附送的配件会多一点 盒子自然而然会比他两位大哥在大上两倍 但我也必须称赞他这一系列包装设计的异式界风格做的真的很到位 如果你也是这调性中能 建议可以收藏放在书架装饰用 也蛮不错看的 好快来把X31拿出来看看 打开盒盖后会看到X31主体和配件盒 在X31的固定方式和P31一样 用夹片式指的环保设计 在配件盒也贴心硬上标示附有两条传输线 一条是USB-A to C 另外一条是USB-C to C 几乎都可以在桌机和笔电来串联使用 嗯?这两条线中怎么又塞了一个小盒子 不会只是为了固定线材而单独设计出来用的吧? 哦!原来是他附送的保护套塞在这里啊 真的佩服他把空间应用的零零尽致一点也不浪费 而这个保护套是用有点硬的塑胶材质 有点类似我们现在用的手机外格保护套一样感觉 保护性应该不会太差也够用 再来是附了两条传输线 哇!摸起来感觉相当的粗壮 要达到USB3.2 Gen2 10G高速读写传输应该没有问题 只是这两条的长度只有26.5公分 如果用在笔电上左右移动绝对够用 可是用在大型桌机这长度可能就很尴尬了 大概都只能吊挂在那里使用 就看个人需求了 在盒子里面还有SK海力士规范单和使用说明书 里面有多国语言介绍大家有空可以看一下 盒在X31主体固定方式和P31一样 用夹片式纸盒包装 都是相当注重环保考量 哇!打开上盖后看到这X31的做工质感相当好 整体充满闪亮亮的金属质感 嗯!不错不错!摸起来也相当丝滑 表面处理相当用心 拿在手上感觉也很轻 官方标示大约只有53克 整体大小尺寸 约在一个成人男性掌心内 长7.4公分 宽4.6公分 厚1.4公分 这种重量和尺寸大小 要带出门工作真的让人完全没有感到压力 就算女性消费者也会有认同感 在背后有设计两条止滑垫 减少你在桌面滑动和磨损 在USB插孔旁也有电源指示灯 方便你观察硬帖读取使用状态 那在X31的内部构造配置方面 这里就要跟大家说抱歉了 因为是我花钱买来要用的 保固对我很重要 所以请大家到购买网站 点看他们请韩国百万订阅YouTube开箱影片 而且看它的拆解方法也不会太难 大概就是把背后两条止滑垫撕掉 再放松4颗螺丝就可以把上下盖分离 看到主体M.2 SSD固态硬碟 但我觉得蛮可惜 是它的M.2 SSD是单独用一个铝片来散热用 却没有导向上下盖的铝合金大面积外壳来加大散热用 我想这样设计应该是为了让消费者拿取时不会感到烫手的问题 所以要怎么说呢 只能说有意好没良好可以共存的现实问题吧 而在主控板上的M.2 SSD尺寸应该是2240大小 使用1TB单颗粒并贴有散热贴来导热到铝片上 而在主控板上用的USB3.2 Gen2晶片是强硕主控 那最后来安装它附送的保护套 只要把它的USB开孔对好位置套入就能安装好 但请注意我现在安装是上下颠倒的错误示范 你只要仔细看会发现它会有一面4个角落会比较突出 有在做出增高散热空间用的脚垫 所以正确安装方式是4个脚垫向下安装 这样就能加大你贴紧桌面的散热空间 那产品大致介绍就到这里 快来上机测试吧 这次测试机台一样和上市相同 主机板是机家Z690搭配Intel 13代i913-900KCPU 主系统NR2 SSD是PCI 4.0 读写速度有7100MHz和5800Mbps 记忆体是DDR4 3200MHz 32GB 目前测试的室内温度为23度的台湾冬天 首先是Crystal Disinfo 诶,不对哦,我这一颗是购买新品怎么会被使用的24次 怪怪的哦,哦,原来是它出厂时,它已经帮你格式化好 EXFAT格式难怪会产生被使用的记录 如果你有不同格式需求,请再自行格式化 而在开机待机10分钟后,X31的温度会提升到34度 接下来再有多次使用Crystal Dismark 读写性能狂操测试 它的工作温度会升到42度 此时我用手拿取X31,感觉在中间部位是有一点点的温热感 不注意的话是不太会感觉出来 我想应该是它单独盖上的铝片热度还没有扩散上来的原因 这样的好处也可以防止拿取烫锁的问题 而在空盘08测到了读写速度 读写有1054MB每秒 写入有1026MB每秒 测出来的成绩完全接近官方标示 没有在唬烂灌水 在4K Q1T1也是在USB3.2 Gen2外接式SSD硬碟高阶款的水准 嗯不错不错 接下来是AS SSD Benchmark 测试 最后总得分有877分 IOPS约在47000和56000左右 差不多是这一类高阶外接式固态硬碟的极限值表现了 接下来是大档案读取和写入测试部分 一样用IDA64来对X31ETV做全盘线性读取测试 它在全程能保持在960MB每秒左右 一路读取到结束 也没有出现太大落差问题 接着是全盘线性写入测试 也是一样超自信 一路平顺用950MB每秒到结束 完全没有出现SLC模拟快举耗尽现象发生 天啊 这SK海力士是用了什么黑科技 让X31的读写速度都高达USB3.2 Gen2的极限值 怪怪的哦 感觉有点邪门哦 马上用实际档案来写入测试 由于X31ETV是属于高阶款 外接式SSD固态硬碟 所以我们也不演了 直接用高强度的104GB测试档拷贝到X31ETV里面 可是在初级写入速度 怎么却只有460MB每秒左右 怪了 直接104GB冲下去 X31却被吓到只剩USB3.2 Gen1 5G速度 但还好在写到278后 马上标为750MB每秒左右的USB3.2 Gen2 10G速度 到写入结束 再测试第二次写入速度也稳定在750MB每秒 我想可能是在前面测试X31的温度和缓存空间 还没有还原才会造成如此落差吧 可是当我要如此下定论时 在第三次写入测试到53%总计有263GB时 写入速度马上狂掉到只剩220MB每秒的写入速度 这就真的有点夸张哦 我马上把监控软体打开查看一下 X31的写入温度已经来到47度 也还没有破50度高温 它到底是受到温控保护 还是SL7模拟快取耗尽而狂掉速呢 在先前IDA60大档案线性写入测试 是没有出现SL7快取耗尽问题 而且我目前手握X31的感觉 也是有点烫手了 所以说应该8层式内部NR2 SSD 被启动温控保护免得烧过头坏了 没关系这难不倒我 马上加一个小米USB风扇来帮忙散热看看 有没有改善空间 哎呦 结果这样手持USB风扇土炮散热方式 终于在第6次写入测试到10%后 马上标回原有750NB每秒左右高速表现 连写到最后99%满盘也没有再出现降速问题 所以这次测试得到的结果 我想建议如果你是以示拷贝大档案要300GB以上 或是长时间用来渲染运算用 请把X31放在家用风扇前帮它散热 减少高温降速问题 如果你还是对X31高温降速问题不太满意 建议你还是别买它来用 对于一次都要传达拷贝300GB起跳的你 你应该要找的是USB4.0高速SSD外接接硬碟才对 它的读写速度能达到3000MB每秒 而不是买便宜的USB3.2 Gen 2 10G SSD外接接硬碟来操用 最后在测试完所有数据 我觉得X31 SSD外接接接硬碟 在ASK海力士M.2 SSD 读写速度大大的技术提升 让它的表现是真的蛮强大的 可是相对读写速度的提升 它的内部发热量也是很吓人 所以只要你今天的作业有超过它的极限值 请务必要加个风扇来帮它散热来维持它的高速读写表现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用过不错的品牌 外接式SSD固态硬碟要推荐 都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也请多多帮忙按赞和订阅 让我可以更快一点达到10万订阅奖牌 我是香脚人 那我们下集影片见啦 所以影片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订阅和分享 也记得把你的铃铛打开哦 这样随时才可以收到我上传的最新影片 拜拜